花莲季108年封兵阿美族实验小学成立之后 瑞瑞乡赫冈国小规划设计并推动执行一年多 特别选在8月1号原住民日圣诞举行 赫冈秀孤兰阿美民族小学课程启动祈福仪式 部落头目黄源泉表示 高度肯定支持民族小学的设立 让部落孩子在原汉社会中强化优势都能够双赢 瑞瑞乡赫冈国小为瑞瑞乡第一个改制成为 阿美族民族实验小学的学校 全乡各部落头目都到场祈福祝贺 一年多来文化与现行教育并行并进之下 学童强烈接受学习自己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从上任校长孙炳鹏的规划争取 到现在的校长宪明生积极推动执行 除了现行国营述等智能教育体系 与部落齐老共同研究规划的文化课程 强化了瑞瑞乡阿美族部落与传统的文化教育 让学校与部落紧密结合 真正落实部落文化教育 其实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我们希望说阿美族的学校除了奉兵之外 在193线能够一个修布兰族的阿美族学校成立以后 能够让部落能够重视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语言 也从教育制度着眼 从旁协助提供文化课程规划方向的东华大学教授彭章凯伦 也再次强调 民族小学的教育为现行教育体系 与民族文化兼并的教育 无形中更强化原名声在求学上的竞争筹码 从这个学年度开始 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大学 在他们招收原住民外加名额的时候 除了他一般的学科要看之外 也要去了解这个学生 他熟悉多少他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所以未来我们预期接受实验教育的学生 会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一些竞争力 虽然今天是河港国小民族小学课程的启动祈福活动 然而全乡部落头目几乎全员到齐 展现重视部落孩童的文化教育 尤其吴绕部落头目黄源泉 更是高度肯定与支持 透过民主教育 让部落的孩子真正成为具有阿美族灵魂的人 我在这里鼓励学校 在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实验学校 当然我们做头目的也很踊跃的 能够在这个河港国小成立 在原住民的学校之内 能够发挥我们所有原住民的孩子 能够会讲母语 也会讲国语 是什么语言都可以打通 在世界上都可以使用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花莲目前有三所小学转型成为原住民实验小学 除了万荣的泰鲁阁族 阿美族分别有封兵以及瑞瑞赫刚国小两所小学 二线教育处也高度重视民族教育 今天的部落头目祈福课程的启动 近日也将会在办理民族小学揭牌仪式 让赫刚国小成为花莲县第三所民族小学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一点点质疙穴 点赫